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回还真不是 据说这种地雷当时真有 就叫石头雷 而且这种另辟蹊径造武器的情况 在当时还不少 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两件武器 那就是我军在缺少弹药武器的情况下 凭借他们聪明的大脑改造发明出来的 具体怎么回事呢 来先说第一样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种外表不起眼 但却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排气炮 怎么回事呢 这里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排气炮 排气炮有朋友可能知道 并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谁想出来的呢 说来很戏剧 是俄国人当年为了对付日本人造出来的 1904年2月 日本与沙皇俄国这两个当时的列强之一吧 之二 为了争夺我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 打起来了 打到中途啊 俄国人头疼了 日军当时搞了一个欠壕战术 就是挖壕沟啊 这个壕沟很深 日军只要一朵军战壕 俄军的机枪 因为只能平射就打不着啊 怎么办 就在俄军头疼之时 有一个叫做戈比亚托的炮兵想了一办法 他找来一门老式火炮 试着用大洋脚发射炮弹 结果 嘿 炮弹居然绕过战壕 击中目标了 这戈比亚托研发出来的这种火炮 就是世界上第一种现代排击炮 据说当时一经投入使用 日军一天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四千人 日军持了排击炮的亏 自然也不甘心啊 就卯足了劲 研发出一种个头更小 携带更为轻便的火炮 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 清华日军所装备的那种排击炮 不过日本人大概不会想到 他们新弄出来的这个排击炮 到了我军手里 会再次成为打击他们的有力武器 怎么回事呢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 为了巩固占领区 日军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周围啊 修建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他们十里一叼 八里一宝 起头将八路军困死在太行山上 日军为何如此猖狂呢 是因为在双方交战的过程当中 小鬼子发现 八路军当时装备的野炮和山炮 数量极少 就算缴获了日军的迫击炮 要想攻破他们的碉堡 也很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日式迫击炮是驱射武器 就是炮弹打出去之后 会划一道弧线再垂直落地 这样的话呢 炮弹在飞出去的过程当中 会受气温 风速 地形等等条件的影响 所以精准度不高 威力也不是很大 技术如果不好的话 有的时候打得近 有的时候打得远 不适合精准地去轰击碉堡 这种坚固的攻势目标 对此 我们的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用炸药炸 可是用炸药 你得先把炸药给运上去 结果往往是炸药还没有送到 人就先暴露牺牲了 炸药不好使 采用人海战术 对碉堡进行大规模强攻呢 战士们也试过 也行不通啊 因为日军的武器装备 比我们齐全很多 他们龟缩在碉堡里边 用海子炮和机枪 进行多重的扫射 火力整个扑过来以后 火军的伤亡可以自行脑腹 那得有多么的严重 怎么办呢 如何才能够有效地 打掉鬼子的碉堡呢 就在我方军队陷入困境之时 转机正在悄悄地到来 怎么呢 话说为了减少无谓的牺牲 在这个战争的关键时期 时任八路军1290师长的刘不成 以及政委邓小平 指示画面当中的这位 他的名字叫赵张成 要想尽一切办法 用排气炮清除日军的碉堡 那么赵张成到底何许人也 为何让他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赵张成那可是相当厉害的 尤其是在使用排气炮那方面 当时被称作炮神 比如说强渡大渡河的时候 1935年5月 为了给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一条通道 17名勇士决定强渡大渡河 而当时勇士们唯一能够靠岸的地方 敌人已经筑起了防御攻势 主力也隐藏在了对岸的竹林里 企图在红军渡河之后进行反复 但是我们知道奇迹最后发生了 勇士们最终成功地撕开一个口子 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关键时刻赵张成手里的迫击炮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赵张成手里只有三发炮弹 然而他这三发炮弹 打得就像是长了眼睛似的 非常之准 其中两发准确命中 并摧毁了对岸敌军的两个火力片 还有一发打在了敌反击部队的冲锋队前 三发炮弹一下去 敌军瞬间就被打散了 勇士们则抓住机会成功度和保障 出均主义安全斗破了大毒蛇 不过赵张成虽然用炮的技术很牛 可是用迫击炮去打碉堡 那是性能本身就存在缺陷的 这个任务该怎么完成呢 炮神就是炮神 是真敢想也很能琢磨 赵张成想了个办法 前面我们说了 俄国人为了对付日本人想到了驱射炮 这回赵张成反过来了 他要驱射迫击炮也能直射 为何这么想呢 各位看影视剧里边 炮手用迫击炮发射炮弹的时候 总是先把炮弹往炮口一扔 然后炮弹就自行的发射了 这是什么原理呢 并不复杂 就是炮弹依靠自身的重力 撞击到炮弹底部的撞针 撞针点燃雷管 敌火便将炮弹推出炮口 这么一个过程 根据这个原理 赵张成就想了 如果把迫击炮放平一点 再想办法让炮弹直直打出去 那就是炮弹的轨迹 如果是平直的话 它的威慑力和精准度会不会更高呢 驱射变直射的点子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难点来了呀 如何实现直射呢 据说那些天为了攻破技术难题 赵张成带着技术干部 是日夜琢磨 一想到什么招 就跑到外边去测试 风大的时候 整个人满身都是灰 搞得跟个泥人似的 那么想出法子来了 就在进展不是很顺利的时候 一天赵张成突然之间 灵光一线一拍大腿 咬了 有了什么呀 原来排气炮用完之后需要保养 战士们得去擦泡糖 用什么擦呢 就是这种长长的杆子 名叫洗把杆 赵张成脑洞大开 他突然想到 如果把泡身放平 然后用洗把杆 把这个炮弹往里头捅 这炮弹会不会直直打出去呢 随即赵张成立刻拿着 泡和洗把杆出去试 谁能想到一试就成功了 炮弹还真给打出去了 不过炮弹虽然发射成功 新的问题又来了 测试的时候 飞出去的洗把杆 可以临时捡回来再用 但是真要上了战场 你总不能打一回 捡一回洗把杆吧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要不说赵张成脑子活呢 赵张成放眼太行山 那是洗一上没烧 因为他看到了一种 随处可见的作物 高量杆 他就把这东西加工加工 然后替代洗把杆 试了试 居然也能行 据说当时八路军迫击炮兵 因为都随身携带着高量杆 因此为老百姓称为高量杆炮兵 当然了 用高量杆发炮 也只是临时替代 因为这种方法存在安全隐患 那就是如果高量杆使用不当 它会堵住炮弹 甚至引起炸糖 所以用高量杆并不是长久之计 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呢 此时一直从日军那缴获的制弹筒 让情况发生了转机 制弹筒也是一种火炮 只是它的杀伤力不大 跟一颗手榴弹差不多 但是它上面的那个拉火装置 让赵张成给注意到了 他带着技术人员 根据制弹筒上的拉火装置原理 仿制出了一款适合迫击炮的拉火装置 从而在真正意义上 实现了对于迫击炮的平射改造 对了 赵张成不仅创造了平射代替驱射的奇迹 他还发明了特别的迫击炮炮弹 比如说有一次碉堡攻险战 我方战士始终无法攻破防线 赵张成很是焦急 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将那些躲在碉堡里的敌人给赶上出来 一天深夜赵张成苦思凝想 结果一塌油发现房梁上挂着干辣椒 这时候他凌亡一线 决定将辣椒粉啊辣椒面啊混进炸药 做成辣椒炸弹 效果如何呢 哎呦效果刚刚好 嘎嘎好 炮弹一打出去 辛辣浓烈的气味 把鬼子给呛的直呼八路军 有毒气弹呢 这是有毒气弹 听到这话战士们呵呵一笑 不予解答 赵张成的这一系列创新是战争史上的新创军 排气炮改造成功之后 刘伯承邓小平当即下令 将八路军的排气炮分期分批 送往兵工厂进行改装 而改装之后的排气炮 犹如狙击炮一样 打鬼子的碉堡 那是一打一个准 是怎样的严峻形势 逼得火军不得不自造大炮 一无图纸 二无原料 盖量如何带领技术人员突破重重困难 试制成功火军军攻使上第一门步兵炮 江西卫视经济人情 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排气炮 接下来我们说另一样特别的大炮 什么呢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同样貌不惊人 但却是从无到有的一个奇迹 我军军攻使上第一门自制大炮 叫盖量号步兵炮 为什么它要叫盖量号步兵炮 我们又为何要自行研制这样一门大炮呢 说起背后的原因呢 同样是为严峻的抗战形势给毙的 讲排气炮的时候我们就说过 日军想用碉堡封住困住八路军 面对这样的局面 其实不光刘伯承邓小平在思考如何通过改变战术和武器来改变战争局面 画面当中的这一位八路军记录裕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在绞尽脑汁 想着如何弄到重武器去打鬼子的碉堡 弄到了吗 有一句歌词叫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曾思玉很厉害啊 大概在1941年初 他率部在一次战斗当中成功从鬼子手里夺得了一门 须之两用的步兵炮 就是这种叫920步兵炮 您别看他身板小啊 全高只有62厘米 鬼子当时很重视 因为威力大精准度高 最大射程能够达到3000米 所以啊 920步兵炮被我军缴获之后 每逢有重大战役 他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 为我军提供重要的活力支援 只可惜啊 因为常年作战 缺乏保养和维护真本炮 于1945年5月 在山东东平县小寨战斗当中意外炸糖 彻底包废了 没了920步兵炮 攻打据点又成了大问题 怎么办 上级下达命令 说没有大炮 我们自己造 以残炮为基础 仿制920步兵炮 仿制 听起来很简单啊 那一壶的画瓢呗 在当时很难啊 当时负责仿制任务的是 河南清风善拐村的兵工一厂 这个厂呢 比铁匠铺强不了多少 里头的设备和工具啊 只有几盘熔炉 几个大风箱 几把老虎钳 和一些个锤子啊 挫子啊 手腰钻啊等等 而且仿制是需要图纸 和技术资料的 当时也没有 摆在技术员们面前的 只有一门关键部位 缺失的烂炮 什么也没有 如何造大炮 关键时刻 有一位啊 有过军工经验的技师 勇敢地站出来 挑起了造炮的大梁 谁呀 他就是盖亮号当中的盖亮 盖亮原本是 国民党兵工厂的一个技师 但是在纪鲁御军区 攻打严禁的时候 被俘成为了 我军的一个兵工技师 而且他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 刚我不是说 八路军缴获了 九二式步兵炮吗 缴获是没有炮弹的 那炮弹从哪来的呀 就是在盖亮的协同之下 自行研发出来的 盖亮是怎么带领大家 造出大炮的呢 那说起来其实很不容易 话说接到任务第一步 盖亮就立刻将损坏的 日本造九二式步兵炮 开膛破度啊 根据零部件 衣葫芦画瓢 然后夜以继日的绘图 当时是冬片 屋子里冷如冰窖啊 三天四夜之后 盖亮不负众望 拿出了图纸 苦纸关乎全局啊 有了图纸 同志们士气大涨 但涉及到具体操作 大家又犯了难了 根据盖亮的设计 大炮的结构主要有 炮筒 炮栓 闭锁机 瞄准锯 炮架 炮轮等八个部分 如果把它们全拆开 需要一百多个零件 放今天需要多家零件工厂 各自负责 才能够高标准完成 但是那会儿 我们一无正规材料来源 二无现代化零件生产机器 就连最基本的钢啊铜啊 那都没有 怎么造出实实在的东西来啊 灶泡 这不是开玩笑吗 盖亮是苦思冥想 觉得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 找敌人药 没有铜就派人到敌战区 化妆成收破烂的 收购废铜烂铁 钢这一块呢 就派游击队去炸鬼子的火车 去扒他们铁轨 还有零部件 像火车轴 火车轮子 火车上的弹簧等等 统统给扒回来 以便能够对其进行锻造加工 就连老百姓都帮忙啊 搬电线啊 捐破铁锅 骨铜钱等等这样的材料 材料有了渠道吧 盖亮还是在探气 刚说了火炮的样本残缺不全 如果一葫芦画瓢那绝对不可能仿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的火炮来 怎么仿制呢 敢于挑战的盖亮 决定搞发明 比如说设备和工具 轰炉上的拉风箱原本是一台需要三个人拉的大风箱 劳动强度非常大 一次偶然的机会战士们缴获了一辆敌人的汽车 盖亮新生一技 如果把汽车的引擎改装改装 然后用来带动风机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代替人工了呢 果然改装之后的古风机那效率高多了 再有闭锁机 最开始是人工锤打 盖亮带领技术员们发明了手拉吊锤 就是类似于滑轮的装置下面吊着一个锤子 人先一拉再猛的放下去 这个办法可以锤打30到50公斤的大部件 不仅解决了大炮本身所有部件的锻造问题 就连之后制造炮弹 兵工一场也是用的这种装置 工具越来越先进了 当然这个先进是要打引号的 造大炮的进度也就越来越快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大炮制造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制造助退附近机上的大弹簧 这个是压轴系 也是个麻烦事 技术员们怎么来攻克的呢 步骤就两步 就是先将火车上的大弹簧加热拉直 把它加工成扁方形的长条 然后再加热烧红 在黄心子上绕一个弹簧 听起来很简单对吧 然而过程却很麻烦 因为要做一个符合要求的弹簧 得有电炉 盐熔炉 控温仪表 和专门的热处理工程师 而这一切当时都没有 那怎么解决啊 盖量和技术员们 那是拿上了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想了很多土办法 没有专门的热处理工人 就由钱工担任 把钱工变成万能的 不会也得学 没有电炉和盐熔炉 大家自己动手 弃一个专门的土炉子 没有温控仪表 那就凭以往的经验 用肉眼观察 没有那眼睛看的 时间一长啊 眼前经常是眼会缭乱的 但是最终大家都克服困难 造出了符合要求的大弹簧 大弹簧的制作成功意味着 大炮基本完工 1946年春 兵工一场试制的第一门大炮 终于是组装完成了 组装结束 最令人期待的时刻到来了 到底能不能用啊 据说试射那天 大家伙是既亢奋又紧张 盖量甚至还喝了点酒 我都不敢看 就跟什么呀 就跟老爷子嫁女儿一样 我这气力 不敢啊 壮胆 毕竟这是八路军史上 制炮的第一次 大家都希望成功 结果如何呢 既满怀信心 同时又有点小忐忑的盖量 大手一挥 带着一群工人和村民 来到了试射场 这个时候大炮已经摆好了 随着开始射击 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屏住了气息啊 两个多月的成果 能通过检阅吗 随着一分一秒的过去 只听远方突然传来 砰的一声 炮弹在七八里外爆炸了 试射成功了 那一刻 所有人都抑制不住兴奋的 兵工一场和整个善拐村 都沸腾了 炮兴工一条 然后沿面 混合了 小洞 转松 转松 硬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